天色发白,整个山坡披上了银桩,牧羊犬也被冻得蜷缩的身体。 直到太阳升起,大雾才渐渐退去。 新的一天开始后,牧民们还要赶着羊群继续上路,连续半个多月的迁徙,希望赶在大雪来临之前,尽量能返回村落进行补给。 这是到了勇士们进食的时候,牧羊犬的数量很多,每天的伙食都是很大的一笔开销。 当然游牧生活也全靠着牧羊犬协助,有它们保驾护航,野狼的袭击才不会愈发的猖狂。 队伍刚刚上路,前方就有情况发生,以至金雕翻出密林,它试图袭击羊群,结果遭到了众多牧羊犬的驱逐,这就是羊群的开路先锋。 马上就要进入牧区最危险的地段,想要返回村落,牧民们必须穿过前方的密林,这里就是狼群的领地,里面到底生活着多少野狼,连牧民们自己都并不清楚,但是牧民们必须提高警惕,因为这里的野狼个头很大。 牧羊犬提前就分布在了山坡的边缘,长期的游牧生活,它们和牧民们形成了高度默契,这是安全的有力屏障,然而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,牧民们还要带着牧羊犬前去侦查。 头发的监控多次拍摄到野狼的踪迹,这应该是一匹孤狼,它身材魁梧,四肢粗壮,即便是单独作战的情况下,也完全能够对高大的牧羊犬构成威胁。 孤狼经常会在周边的山坡上活动,并且为了更好地活下去,这匹孤狼接受了一只狐狸,它们形成了跨越物种的互利共存关系。 野狼的激情远胜过狐狸,它发现了正在对它们进行拍摄的人类,公然暴露在光秃的山坡上,这对于野狼来说绝非明智之举。 所以之后,野狼做出了正确的决定,它带着狐狸朝着蜜蜜蜜而去。 游牧期间,无人机的作用很大,这位提前侦察和关注羊群的动向提供了便利,所以在通过这片密林的时候,即便有众多牧羊群守备,但是牧民们还是要全程跟踪。 来到开国的场地,这一次牧民们是幸运的,可是距离村落还有上百公里的路程,谁也不能保证剩下的两天里就没有危险发生,并且储备的食物已经不多,接下来的这段路程,牧民们必须沿着公路直线前进。 原本以为公路的两旁视线开阔,这里应该不会有袭击者出现,但是遭遇袭击,往往就发生在放松警惕的那一刻。 多只牧羊群像是嗅到了危险的气息,它们立刻投入战备状态,并已经就地上的痕迹展开搜查。 果然杀手暴露了行踪,面对多只牧羊群的地毯时搜查,一只狐狸无处藏身,它很快便被赶出了这片草地。 狐狸可能并无恶意,或许这只是和羊群的偶然遭遇,所以牧民们并没有纵权追击,因为它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将是比遭遇狐狸更加严重的危机。 夜幕降临大雪骤降,这让毫无防备的牧民们措手不及,最终它们还是没能在大雪来临之前返回村落。 此刻山坡上的气温还足以应付,可是到了后半夜,牧民们和牲畜都要忍受这场严寒。 虽然这场雪并不是很大,但是它足以改变牧区的全貌,完全一副严冬的萧条。 牧民们之所以不喜欢冬季,因为冬季食物匮乏,不仅需要储备草料,野狼的袭击也来得特别频繁。 在队伍启程的时候,其他牧民赶着羊群缓缓而来,这是同样被风雪困在山坡上的邻居。 当然,牧羊群会将其视为威胁,他们一拥而上,已经为驱逐对手做好了战斗准备。 对于牧羊群之间的冲突,牧民们一般都不会过多干预,因为让牧羊群保持敏感的领地意识。 这对牧民和羊群来说都至关重要,可是在邻居家的牧羊群队伍当中,一只特殊的黑色牧羊群引起了牧民的注意。 早在几年前,牧民们也拥有一只相同的牧羊群,它们甚至连胸前的斑纹都一模一样,但是悲剧就发生在冬季的夜晚。 独自守在村口的大黑遭遇了袭击,野狼的目的非常明确,就是奔着猎杀大黑而来,并且这一次野狼还有同伴相助。 大黑率先展开反击,可是以一敌二,结果双方没有经历过战斗,野狼就将大黑当场所侯。 这只牧羊群也是刚刚成年,它和大黑去世时的年龄相仿,看到极其熟悉的面孔,牧民们难免会触目生情。 或许冥冥之中,这就是一种警示,大学很快会把整个牧区变成白色,而牧民们和野狼的战争又会重新开始。 牧民在喂养它的狗时,突然注意到远处的山脊上出现了一匹狼,这匹狼静静地注视着山脚下的牲畜和狗。 在大白天发现虎视眈眈的狼,显然不是好兆头。 牧民确信,这匹狼是在为狼群侦察,而山脊后可能还隐藏着更多的狼, 因为狼通常以群体的形式狩猎。 然而,由于距离过远,牧民的狗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山脊上的狼。 狼的出现对村子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, 它们似乎在等待夜幕降临,再次下山捕食羊群。 事实上,它们已经成功过一次,因此牧民对狼的再次出现并不感到惊讶。 在狗吃饱喝足之后,牧民带着它的狗前往狼先前出现的山脊。 它决定驱赶这些威胁生畜安全的狼,并希望能捕捉到狗群捕捉狼的精彩画面。 在一片雪地上,牧民发现了狼的足迹,这表明至少有三匹狼参与了这次行动。 这证实了牧民的预感,第一匹出现在山脊上的狼并非孤身一人,它的同伴们并未露面。 面对三匹狼的威胁,牧民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 当它赶到这里时,狼群已经彻底,并未与它的狗发生冲突。 这表明狼群一定会再次回来,可能就在今晚。 从牧民拍摄的画面来看,它的狗似乎已经嗅到了狼的气味,但它们并没有追踪狼的足迹,只是不停地凝视着狼消失的方向。 这可能是因为狗担心追得太远,会遭遇狼群的伏击。 夜幕降临 牧民和村里的其他牧民决定联合起来,埋伏这些威胁村子安全的狼群。 它们准备了七条成年的砍高犬,并为它们配备了防狼项圈。 牧民计划将这些狗埋伏在羊圈附近。 一旦狼群下山捕食羊群,它们就会释放这些狗,让它们追击狼群,直到将它们驱赶出去。 当然,牧民们更希望它们的狗能抓住一匹狼,毕竟狗抓住狼属于自然行为,还能有效地打击狼群的嚣张气焰。 深夜时分,狼群如玉漆般返回。 它们试图复制之前的成功,但这次牧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它们打开房门,放出七条砍高犬,直奔狼群而去。 当牧民们在夜色中找到它们的狗屎,发现这些砍高犬已经在雪地上成功地捕捉到了一匹狼。 这匹狼显然没有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危险。